好 虽然是内下这个温度还没有开始飙高到 是雨呢 下个不停 这是台湾第一波的这个梅雨封面 那么当然这个梅雨季节衣服很容易潮湿 结果常常会出现霉斑很困扰还有霉味 那么有专家告诉你呢 其实用60度热水加一点点漂白水 可以把霉斑轻松除去 想要预防霉味的话 家里面都有的白醋也是个好帮手 这件衣服经过季以后呢 今天我们要穿了 发现它有霉斑没告诉各位 怎么把它清除掉 那本呢在家里准备一个 三公升的60度热水 然后用市售的漂白水30cc 这样就可以OK了 原来衣服想去霉斑怎么洗很重要 学温身高事半功倍 想让效果加强和漂白水的比例增加到100比3 泡两个小时再洗 洗一千洗后去霉效果马上有差 不过不像外面洗衣店用氧化漂白剂 漂白水交不环保 专家建议每次洗衣服 100cc的水可以加2cc白醋一起洗 就能预防霉菌滋涨 但可不是所有衣服都适合 除以动物式纤维 比如羊毛 蚕丝呢 这种纤维是比较不适合的 因为这个反而会适得其反 会破坏它的材质 不过如果太潮湿衣服有霉味网路流传 可以把衣服放进大型厚塑胶袋 吹风机往袋内吹风出口稍微挡住 用力摇晃袋子就能去除湿气和霉味 但50年经验的总监认为 这效果有限最好还是再洗一次 专家提醒送洗衣服后防身套记得要拆除 不然衣服闷着也容易有霉菌 另外晾衣服通风干燥的空间很重要 还有把握穿完就要洗 别摆太久 否则梅雨季节报道 小心衣服没半没尾 统统找上门 记者董优俊陆一台北资讯报道